慈悲阿彌陀佛 请教师傅 就是刚刚关于打妄想这个部分 如果说像我们一般在工作中 有的职务上是属于 有的人是属于比较开创性 比较研发性要做些新的东西 有的人是属于比较例行性的工作 那以随缘进份来讲 例行性的工作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但是如果说今天 你的工作就是要去想一些新的东西 做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娑婆世界 可能也是一个竞争的环境中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去营营呢 好的好的 请坐 因为你是属于动脑筋的 有些是劳心的 有些劳力的 那么一般劳心的人 打妄想打得多了 我们讲过妄想本身不是障碍 但是你不能就要去主宰它 不能执着它 也就是说 你尽心尽力去做 但是你不能够去 对任何的结果产生执着 如果你创造一个东西出来 你尽力了就好了 但是你不要想说 这个创意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个不是你说的算 那就牵扯到你的福报率了 一个人的成功 你认为是努力而来的吗 你认为 努力的人多了去了 努力只是一个助缘 其实你有多大福报 你就有多大福报 这样讲好了 你今生的结果 几乎是过去的业力的释放 今生的结果 你今生的努力 其实是来生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会产生错觉 因为我很努力工作 所以我成功了 努力的人多了去了 说实在 成功是少数 你因为你有这个机缘 这个机会就是福报率了 所以成败得失真的 可亦不可求 就是你个人都福得因缘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我稍微努力一点 我就更成功 努力只会改变过程 不能改变结果 那佛徒为什么要我们 把结果任命放弃呢 要你净奋 就是过程 至少你的心 你今天努力了 你没有破坏你的心性 在心性上 你是圆满 外境这个是你的业力 跟你家庭的业力 跟众生的共业 这个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去主宰结果 但是作为你一个人 你的职位 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你能够做的就是过程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努力 结果放在来省 因为今生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力 今生能够改变有限 非常有限 当然它会有维系的改变 但大方向都格局已定 今天你会得果报 大概是哪一个族群的业力成熟了 它已经开始释放了 你很难产生大方向改变 只要你得果报 那么我们的努力 其实佛法的人生观 我们是为了来生而活 你看经典你会明白 佛头有这个意思 佛教的人生观 它不是为了今生而活 它是为了开创来生而活 所以它的因果观是隔代受报 过去的业遭感 一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一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佛教的因果是很奇怪的 不是很奇怪 是很圆满的 它是跟我们的思考模式不一样 这个人造了这么多善业 今生这么多的痛苦 这个世界有因果吗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你今生造业 今生就得果报 它要成熟嘛 它有一段时间让它成熟 你今年吃的稻米 是去年种的吧 它要成熟嘛 哪有人今生造业 马上表现出来的 那就不需要阿赖也是了 今生的结果 是全身的业力的释放 所以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今生 你要把目标放在来生 佛法的意思是放弃今生 追求来生 你不放弃今生 你一定会牺牲来生 如果你把精神放在今生的话 你试试看 你一定牺牲来生 你把来生搞砸了 因为你不放弃今生 你对今生过度的执着 你死亡的时候 一定起颠倒 因为你的今生的心力 用得太多 死亡破坏的时候 你会受不了 因为你付出太多了 今生的水泡 你花了越多时间 它破灭的时候 你越痛苦 你对你的临终正念 非常不利 所以你如果太执着今生 你一定会牺牲来生 一定会的 反正今生跟来生 你必须做出选择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即便是人天秤 我们不要讲那么高的 解脱秤菩提道 人天秤 它畅为业障积极之量 它都把重点放来生 你看那个藏常活教的真上生 它也是为来生而活 它还没讲到说 了生脱死 往生净土 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它就追求来生真上 它都必须把精神体力 放到来生 没有例外 即便人天秤都必须要放弃精神 精神随缘就好了 这个是人天秤的安乐道 初世间的解脱道 大正的菩提道的共法 就是放弃精神 是共同原则 共事 当然放弃不是说叫你什么都不管 是放弃它的结果 而不是要你放弃过程 没问题 那种人天秤都必须要放弃它 那种人天秤都必须要放弃它 是什么都不能帮助 所以我们也认为 我们要放弃它 就像我们一样的解脱道 所以我们要放弃它